艺人温碧霞1月13日晚以性感的黑色漏腰内衣搭配长裙打扮 现身香港上环出席时装秀慈善晚宴 早前温碧霞再到外国游玩 老公帮他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 还有穿泳衣的美照 温碧霞表示在社交平台公开性感照片 老公并不会吃醋 毕竟有阳光海滩的地方 大家都想留下美丽的身影 不过话说 你老公的拍照水平真的不错耶 他拍照挺好 他拍照就是 对啊 因为哪边很漂亮嘛 你什么水面拍都很漂亮 对啊 因为哪边很 阳光海滩啊 然后有水啊 然后都会 都会很开心去 另外 养子Savia似乎很喜欢美国 不知道温碧霞和老公在孩子长大一些后 会不会送孩子到美国读书呢 对啊 他已经很小了 对对对 所以 所以 还没有想到哪里 可是 应该是明白 对 此外 说到由温碧霞主演的两部电影 堕落花和嫌疑者说 入围多个影展 温碧霞表示十分开心 坦言拍摄时很努力 那会不会都渴望在今年四月的香港电影金像奖上 取得好的成绩呢 我对这期肯定是有信心的 因为拍戏那么久了 因为从第一部电影到现在一起都很努力 每一部电影我演的时候我都很用心 谋方全媒香港报道